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日观察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正处在风口浪尖的侯耀华 相声演员侯耀华这几天成为了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原因是中国广告协会11月1日发出通报 称侯耀华代言了包括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10个产品的虚假广告 一时间关于侯耀华的批评之声也是铺天盖地 那么众目睽睽之下 为虚假广告代言的明星为何会前仆后继 李宇俊不止呢 虚假广告危害公众 除了为之代言的明星 该挨板子的还有谁呢 今天我们将就此展开评论 两位评论员是霍德铭和张宏 同时请大家登陆央视网新浪网 搜狐网腾讯今日话题来发表您的观点和建议 稍后我们可能会关注到您的留言 首先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 侯耀华代言虚假广告事件的最新的进展 知名演员侯耀华和虚假广告联系在一起 到底是什么样的广告 把侯耀华推向了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 中国广告协会的通报说 实则由侯耀华代言的广告全部都违法 如果您有排料问题和男性功能障碍 就可以马上试一下 买上一盒加拿大微软胶囊 一盒尖叫 排除邪内线黄图 由于就告明邪内线机密 全面提高男性功能 为固男人 这些广告都是电视广告 它们包括天元牌亚克口味液 奥沙宝胶囊 胃肠一生猿 加拿大胃六胶囊 脚咽鸡蛋白胶囊 黄金九号 伯爵胶囊 康大夫茶余胶囊 方舟凯达酱鸭仪 杜仲酱鸭片 其中七则是食品广告 两个是药品 一个医疗器械 中国广告协会根据法律 对这十部广告进行核对 发现都存在违法问题 以上十个产品广告多次被投诉 并且产品广告分别被浙江 辽宁 山西等地工商管理部门 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查处 中国广告协会 法律服务中心主任李方武说 侯雅华代言的部分广告 涉嫌虚假误导 有的进口保健食品 篡改名称和功能 冒充药品 表述疗效 并使用根治等虚假断言 中国消费者协会 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认为 侯雅华对于其代言传品 应承担连带责任 你作为一个广告代言人 你把不具有预防和治疗功能的食品 你去宣传它有预防和治疗的功能 明显地与我们的法律法律相提出 侯雅华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对这些广告没有多大的影响 他称 自己半年前在一些健康节目中做过主持人 可能画面遭造勇当成广告播出 不过这十个电视广告里都有侯雅华现场 对产品进行介绍的环节 中国广告协会表示视频作假不是很容易 有媒体报道 即将收侯雅华为图的著名相声大师唐宝华说 他会批评侯雅华 并希望他能早日站出来向公众解释 女性的动作 听证明、Straik' com